《碎谷者》马格乌鲁克·萨拉卡 是目前整个银河中最强大、最威猛、最袜的绿皮领袖 在战斗中他是身着重型装甲、极具破坏力 并且狡诈非凡、逐智多谋的战争领袖 同时在兽人们心中他还是搞哥与毛哥的先知 瓦的统帅一声怒吼便能够发起规模浩大的战争 引导骇人的绿巢淹没一个又一个世界 早在第32个千年的野兽战争时期 乌斯维方舟的大先知艾尔德拉德·乌斯兰 便通过自己的预言预知到了数千年后 名为《碎谷者》的新一代兽人领袖的崛起 无以计数的绿皮都将呼喊着他的名字奔赴战场 其身世之大震撼还愉 而就算是碎谷者这样的挖之代言人 也是从一名普通的兽人小子成长而来 在第41个千年末期 碎谷者作为一名高夫氏族的小子 诞生在了一颗偏僻的兽人星球 厄克星上 这颗星球原本名为厄罗克拉斯 他曾在科技黑暗时代被人类探索舰队殖民 但该殖民地后来在一场兽人入侵中被摧毁 兽人们的孢子也就此缠绕上了这个世界 到了第30个千年的大远征时期 来自第一军团暗黑天使的阿斯塔特们 曾再次将该星球夺回 人类帝国在厄罗克拉斯上建立起了朝都世界以及采矿设施 不过在第32个千年时 一场大规模绿皮入侵 又一次席卷厄罗克拉斯所在的星系 并击败了该星球上驻扎的帝国部队 这个世界第二次被兽人所占据 厄罗克拉斯就此变为了名为厄克星的兽人星球 在后来的八千年中 厄克星上的兽人都在不停地打来打去 互相厮杀 因为他们中一直都没能诞生出一个强大的战争头目 来号令群兽 直到碎骨者从无尽的暴力循环中脱颖而出 据悉 在第41个千年末期 碎骨者出生前的某个时刻 暗黑天使的星际战士们 为了监控兽人群体发展 返回过厄克星 人类帝国明白 兽人真正的威胁来自于他们种群中 诞生的那些能够号召所有氏族 共同发起远征的强大头目们 而只要在这种领袖个体出现前将之消灭 就能够以极小的代价击兽人 所以 帝国部队会在那些招到兽人包子 长时间纠缠的星球上 提前部署一系列武装哨战 对绿皮肿群进行观测 暗黑天使们便在恶克星上 部署了小规模部队 以及观测战 这里的兽人除了内斗以外 也会突袭这些被发现的帝国设施 当时还只是个低级小子的碎骨者 便在一次攻击星际战士指挥所的行动中受了重伤 传说是一名戴着兜帽和斗篷 手持双枪的星际战士 攻击了会在未来成为碎骨者的小子 一颗暴石弹击中了这个绿皮的面部 炸碎了他的大半个头盖骨 其大脑也变成一滩烂骨 但兽人强悍的身体机能 让碎骨者没有立刻死去 他被一个名为风衣狗斯尼克的死炉氏族剧痛小子给救了 狗斯尼克就算是在本就非常热衷于 给别人开膛破度的剧痛小子中 都能被划分到疯子以及施略狂的范畴 这个兽人病态的迷恋鱼 在别人脑袋里东翻西澡 并且进行各种诡异的手术 这一天头盖骨壁打飞 脑袋昏昏沉沉的碎骨者 被丢到了风衣的手术台上 极富创造力的狗斯尼克 将这个兽人小子剩余的脑浆 给塞回了他已经稀巴烂的脑壳中 还加了几根电线跳跳金剑以及一些垃圾零件 来填补缺失的部分大脑 然后再用一块坚硬的金金头骨 堵住了脑袋上的大窟窿 碎骨者的手术就算完成了 但风衣自己都没意识到 当他进行这些手术 将碎骨者的脑组织进一步搅得一团乱石 仿佛激发了这个兽人小子的玲珑潜力 碎骨者在半梦半醒之间 看到了搞哥与毛哥的幻象 搞毛二哥让他带领兽人 发起有史以来规模作为庞大的瓦 踏平全宇宙干掉所有反抗者 苏醒后的碎骨者眼中 就此翻涌起了疯狂的红色 新的动力以及野心 彻底改变了这个兽人小子的思想 我们都知道 因为瓦能量的存在 一个兽人越是相信某样东西或者理念 那么这个东西就越可能成真 坚信自己已经接受搞哥与毛哥召唤 成为他们最瓦先知的碎骨者 首先变向当地的死卢氏族兽人头目 德雷格梅克发起了挑战 以作为自己霸业的第一步 在这场决斗中 德雷格梅克射向碎骨者的每一发子弹 不知道为什么都没能击中目标 这个战争头目反倒被兽人小子给打败了 碎骨者跨坐在德雷格梅克的尸体上 向四周围观的兽人们宣布 自己是搞哥与毛哥的代言人 他将会统一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兽人 自那以后 碎骨者迅速得适 通过一系列挑战 决斗以及阴谋诡计不断崛起 他成功将这个星球上的各个氏族 统一到了一起 这些氏族包括 体型最大 脾气最差 喜欢少废话多干价的高夫氏族 追求速度 认为图得越红 跑得越快的邪日氏族 喜欢炫耀财富 认为钱越多装备越屌的恶月氏族 痴迷于战略战术 盛产特战小子的血腐氏族 极为迷信 认为蓝色代表幸运的死卢氏族 以及性格暴躁野蛮 认为祖宗之法不可变的蛇咬氏族 在统一了恶克星上的兽人以后 碎骨者就开始计划离开脚下的世界 因为这个星系即将毁灭 其恒星正在死亡 严重的要斑已经杀死了许多兽人 正在这个危机的时刻 或许真的是搞哥与毛哥保佑 一艘庞大的太空废船出现在了恶克星的轨道上 碎骨者立刻让祭司小子们 使用各种破铜烂铁打造出了一批破烂运输机 登上了太空废船 而在这坨太空废船之中 居然有着许多亚空间恶魔 这是因为这坨由各种废弃航天设备 所组成的垃圾堆中 有着一艘当初为了躲避受人攻击 而离开俄罗克拉斯的人类货运船 统治者号 但这艘船后来迷失在了亚空间中 并遭到恶魔入侵 如今统治者号被包裹在太空废船中 回到了自己的出发地 而他的亚空间引擎 已经变为了一道亚空间裂口 让恶魔得以来到现实 为了夺得太空废船 碎骨者亲自带领部队发起攻击 兽人与恶魔展开了惨烈的战斗 在狭窄的走廊里互相砍杀 绿皮运输机不断将下方星球上 数以亿击的兽人 送到太空废船上加入战斗 碎骨者在战斗中 亲手击杀了一个大魔 并将他的颅骨装饰在自己的背后 通常而言 恶魔在死后不会留下尸首 但或许是碎骨者想要留下战利品的愿望过于强烈 就连亚空间恶魔的规则 也要为他让出道路 最终 越打越兴奋 越来越哇的兽人 击退了恶魔浪潮 摧毁了废墟中间的亚空间裂口 他们成功占领了这艘巨大的太空废船 碎骨者将这一垃圾巨界 命名为杀戮世界号 并让技师小子们将只改造为了一坨 可以大致驾驶操作 以及进行亚空间航行的垃圾船 在恶客星的衰败太阳毁灭这个星系之前 兽人们得以搭乘着杀戮世界号 进入了亚空间 没人知道碎骨者及其手下 到底在灵魂之海中漂流了多久 因为亚空间中的时间流逝 无法准确计算 但在这趟旅程中 绿皮们又遭遇到了许多次恶魔入侵 而这对于他们来说 是一种很好的解压运动 只要能够打架 兽人不会在意对手是谁 因为恶魔们的不断来袭 杀戮世界号上的绿皮 得以蓬勃发展不断繁殖 很快 船舱以及通道的每一个角落 都挤满了兽人 到处都是成群结队的兽人小子 整备大厅中 祭司们打造着一匹匹突突枪 火箭筒 以及各种垃圾战车 为了对抗这些亚空间生物 零能小子以及巫术小子 也释放着一道道强烈的挖能量 以牙还牙 在第41个千年的941年 睡古者的杀戮世界号 终于离开亚空间 返回了现实宇宙 而出现在兽人们面前的 是一个目前由人类帝国 所统治的星球 哈米吉多顿 睡古者将会在这里名声大招 并且出于某种原因 睡古者感受到 这个世界与兽人种族 有着某种联系 于是他准备拿下这里 哈米吉多顿星球 居于通往太阳星域的 必经之路上 它是人类帝国商业 工业以及交通的重要中心 这里资源丰富 戒备深沿 所以它吸引来了各种人类之敌的目光 在大约500年前 已经变为恐略恶魔亲王的叛变原体 安格隆 曾率领魔军攻击过哈米吉多顿 但靠着以太空野狼 与灰骑士为首的部队 人类帝国保住了这个重要的世界 那场战斗被称为第一次哈米吉多顿战争 而500年后 睡古者的兽人部队 便给哈米吉多顿带来了又一场残酷的战争 规模庞大的绿巢攻击了这颗星球 哈米吉多顿对于这次异形入侵完全没有准备 而战争早期 行星总督对于绿皮威胁的轻视 以及傲慢的态度 使得战况变得更加糟糕 自命不凡的总督 绕过新区司令部的指挥系统 多次直接指挥星球上的帝国军队 其中的原因 既有他对于战争的傲慢理解 也有他希望掩盖自己贪污行为 不让更高级帝国领袖过多介入的理由 总之 行星总督毫无专业性的指挥 导致了许多灾难后果 星界军以及当地行星防卫部队损失惨重 甚至泰坦军团都因此被兽人操纵型机甲集群所包围 但是 当碎骨者的绿皮大军席卷哈米吉多顿大陆时 一名叫做亚瑞克的政委却挺身而出 他带领着帝国部队与兽人进行了一系列强硬而惨烈的战斗 证明人类战士的壮举 甚至吸引了碎骨者本人的注意力 在哈迪斯朝都之中 狡猾的碎骨者运用自己所能想到的所有战略战术 对亚瑞克的部队发起攻击 但顽强的政委也是兵来将党水来土焰 兽人与人类士兵在朝都的每一条街道与房屋中进行的殊死搏斗 碎骨者与亚瑞克可谓其逢对手 绿皮大军正是因为对于哈迪斯朝都以及亚瑞克政委的执着 忽视了对整场战争的全面判断 当以圣血天使、极限战士以及火系役所组成的援军抵达哈米吉多顿时 碎骨者已经在与亚瑞克的角力中消耗了太多永生力量 使得兽人部队在战争后期反召人类围攻 从而输掉了这场战争 碎骨者被迫撤离哈米吉多顿 但他也发誓自己终有一天还会回来 他已经记住了那个名为亚瑞克的人类 以及他给自己带来的酣畅淋漓的战斗 在57年后 也就是第41个千年的998年 碎骨者再次带领着一支庞大的兽人军队重返哈米吉多顿 在这数十年中 足智多谋的碎骨者一直都在迎合各处进行着战斗 不断收编各处兽人势力壮大自身 他手下的聪明小子们研发出了许多新型战争科技 而哈米吉多顿的防御者们也知道 兽人的回归只是时间问题 于是他们重建并强化了自己星球上的防御设施 第三次哈米吉多顿战争由此打响 这一次 碎骨者没有在直接陷入到与人类部队的地面消耗中 他命令兽人战舰多线攻击哈米吉多顿星系 以分散帝国海军舰队注意力 同时在太空中使用牵引光束 诱补小行星从低轨道砸向了自己过去的哲己之地哈迪斯草都 这正是对数敌亚瑞克政委的报复 在造成了帝国方数以百万计的伤亡后 碎骨者才开始进行登陆攻击 一波又一波兽人部队从登陆巨园中涌出 一台台重型战争机器以传送的方式直接进入战场 而碎骨者的老对手 亚瑞克政委也再次肩负起了抵御兽人入侵的重任 亚瑞克从一开始就料到了兽人的招数 提前撤离出了哈迪斯草都 随后亚瑞克就指挥着自己 从哈米吉多顿那充满腐蚀性毒素 以及工业污染的灰烬废土中 锻造而出的新界军部队 纪律严明的哈米吉多顿钢铁军团 开始对抗来势汹汹的碎骨者 同时政委还得到了来自星际战士 战斗修旅 泰坦修会等盟友的支援 一场大战随即爆发 可正当哈米吉多顿上的战火愈演愈烈 兽人们越打越嗨之时 碎骨者的金刚脑壳中却不断浮现出幻象 他再次得到了来自搞哥与毛哥的召唤 然后碎骨者便突然从战场上消失了 这个兽人领袖毫无预警的离开了哈米吉多顿 并将这里的指挥权交给了他手下的战争头目们 重返太空的碎骨者宣扬 搞哥与毛哥的怒吼正不断回荡于他的脑海 绿皮神灵需要他进行最为宏大的伟大之袜 所以自己不能再被束缚于小小的哈米吉多顿上 为了让全银河都回荡起兽人的怒吼 碎骨者必须前往群星之间 集结更多部队到自己的麾下 组建有史以来最为强大的绿巢 虽然碎骨者的老对手 亚瑞克政委也率领着舰队 与来自黑色圣堂的星际战士一道 对这个危险的兽人领袖进行过追击 但最终还是被碎骨者所逃跑 此后人类帝国便收到了来自各个星域的报告 碎骨者仿佛出现在了许多地方 他正四处挑战兽人战争头目 收编更多绿皮部队 这些报告所描述的情况 既有亚空间通讯滞后性导致的时间误差 也反映了一部分真实情况 此时的碎骨者拥有了极为有力的兽人传送系统 他对超光速航行的掌握甚至超出了帝国水准 虽然这些兽人科技在安全系数上要差上很多 帝国明白必须尽快击杀掉碎骨者 否则这个独特的兽人领袖 将会给整个银河都带来规模空前的浩劫 但此时混沌部队也在步步紧逼 使得人类帝国无法顾全所有局势 在第41个千年的999年 大列西即将扩张开来之际 碎骨者的舰队来到了位于极限星域的 欧克塔琉斯兽人帝国中 此时这里的绿皮们已经与利维坦重巢舰队 进行了长时间的血腥纳巨战 泰伦部队蔓延到了中心世界欧克塔瑞亚上 而这个兽人帝国的统治者 大魔王佐格钢崖的废铁堡垒 正遭到虫群的虫虫包围 正是在这一危机时刻 碎骨者的大军伸出了援手 加入到了这场与泰伦重组的史诗级大战之中 当碎骨者的部队通过登陆巨岩 以及传送设备部署进地面 开始与虫群展开战斗时 他本人也直接传送到了 佐格钢崖堡垒的防线之前 当身高6米 穿戴着重型装甲的碎骨者出现在战场时 本地的兽人们就如同看到 威猛的搞哥本人亲临战线一般 随即 高大的碎骨者带领着自己精锐的恶霸小子们 杀入了正在攻击第一道防线的泰伦虫群之中 看着碎骨者吹哭拉朽般的战斗 本地兽人们爆发出了热烈的欢呼 可这时 一头体型巨大的沙蟒突然从地下传出 这头骇人的巨兽 原本是虫超意志 为了斩首堡垒中的敌军头目 佐格钢崖而特意准备 如今看来 碎骨者是一个更有价值的目标 巨大的沙蟒在冲破地表时 一口便吞掉了正在战场中厮杀的碎骨者 正当巨兽张开血盆大口 发出胜利的骇人吼叫声 下一秒 他却突然栽倒在地 开始痛苦地翻滚抽搐 随即 一个血肉模糊的大洞 在沙蟒的腹枪处撕裂开来 那时强大的碎骨者 通过自己的动力爪所造就 之后 浑身沾满鲜血的碎骨者 便从死去沙蟒的腹部窟窿里 大步走出 这位最威猛的兽人领袖 向着天空咆哮 宣示自己的胜利 见到如此景象 所有的兽人都亢奋地挖了起来 此后便没有什么能够阻挡兽人的角度 欧可塔瑞亚的绿皮们 从废铁防线之后冲杀出来 他们高呼着碎骨者的名字 开始发起疯狂的反击 砍刀不断挥舞 武器不断射击 就连大魔王佐格钢牙 也被这股雄厚的瓦能量所感染 一边高呼碎骨者之名 一边与手下一起发起冲锋 这场气氛挖到不行的战斗 一直持续到中心世界欧可塔瑞亚上 所有胎轮生物 全部都被扫荡一空才停止下来 战斗结束后 佐格钢牙以及他的手下 加入了碎骨者会下 周边星系 也有越来越多的兽人 汇聚到欧可塔瑞亚上 前来投奔搞毛二哥的先知 更好的消息是 轨道上的兽人舰船还发现 利维坦虫超舰队 也察觉到了这个星球上 聚集的大量生物质 从而调拨来了更多泰伦部队参战 兽人们还可以继续与这些虫群打架 不过 碎骨者其实也在与雷图沙莽的战斗中 遭到了自哈米吉多顿上 被人类尼曼鲁斯坦克击伤以来的 又一次最严重伤害 泰伦虫足的腐蚀性栓叶 侵蚀了碎骨者的装甲与皮肤 同时一根巨大的骨刺穿透了他的身体 现在都未能取下 由于碎骨者以及这根骨刺的尺寸都过于巨大 导致剧痛小子们无从下手 为其治疗的风衣狗斯尼克 只能叫来兽人中聪明绝顶的祭司小子 兽基米德与自己进行专家会诊 据悉正是这个兽基米德成功发明出了兽人传送科技 在查看了碎骨者的情况后 兽基米德提议可以使用牵引光束来拔出骨刺 但后来实践证明 这一方案无法解决问题 对着伤口开始运作的牵引光束 只是将碎骨者肚子里的一些器官给吸走了 骨刺却丝毫未动 还好强壮的碎骨者并没有注意到自己丢失了一些内障 最后 风衣是在一台兽人无味铁罐的帮助下 才拔出了那根巨大的骨刺 虚弱的碎骨者在进行了大约两个小时的休息以后 才从这一严重的伤势中恢复了过来 重新号令部队 之后为了应对即将到来的重巢舰队增援 碎骨者开始命令手下 对欧克塔瑞亚星球进行各种修复与强化防御工作 更多的火炮防空武器被布置到了星球各处 兽人工厂中正大量制造着各种战斗装备 每天都有更多的兽人 从其他地方赶到欧克塔瑞斯 加入这场盛宴 但对于碎骨者来说 他明白自己不会在这里逗留太久 欧克塔瑞斯并不是此行的终点 当这里的战斗告一段落后 碎骨者就会带领着汇聚于自己周围的兽人再次出发 去召集更多的部队 只有这样 他才能完成搞哥与毛哥 托付给自己的最伟大之瓦 而对于那些正在外围观测 欧克塔瑞斯局势的人类帝国指挥官来说 汇聚于此的兽人规模 现在就已经达到了难以接受的程度 其积蓄的瓦能量 甚至扩散到了全银河的各个角落 让了一些感受到碎骨者威能的帝国灵能者们不寒而栗 过去的八千年间还从未有如此规模的兽人大军聚集于一处 而现在混沌大敌也在不断逼近 帝国战时还无法抽掉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欧克塔瑞斯中的灾难越来越大 位于欧克塔瑞斯兽人帝国中心世界上的碎骨者 遥望着天幕之外逐渐逼近的重巢舰队阴影 他知道自己的战斗才刚刚开始